佛在经中说 我灭渡后 我会让我的弟子 化陷到不同的人群中 随缘渡众 在这些人群中 我们最容易发现的 是 是出家人中的菩萨僧 其他化陷的 可能是教师 医生 官员 局势 也可能是 社会最低层民众 总之 他们充实在社会各个角落 扮演着各种角色 这也是这个世界 之所以好人多 不至于走偏的 主要原因 大家都知道 一代高僧 宣华上人 曾发过十八大愿 这个大愿 奠定了他菩萨僧的特质 菩萨的特质是 做好事 不做坏事 为众生甘愿 牺牲自己 一次 一次 有一位记者和卑阅法师 谈起上人的十八大愿 法师说 出家人都有自己的发心 记者追着问 那师父的发心是什么 法师笑笑说 这个不能说 接着法师和蔼地解释道 法院有两种 公开的是为了激发别人 不公开的主要是用来鞭策自己 需要有一个成熟的过程 悲悦法师府的菩提院 虽然没有公开 但从他的所言所行 已见端倪 悲悦法师 是真正为信仰出的家 那是八十年代 那年师父刚满十五岁 正上中学 暑期里 善良信佛的母亲 领着他朝拜了一趟舞台山 不想这一拜 累劫播种在他 阿赖耶诗中的菩提种子 迅速成熟 他把心留在了山上 回到家里 再不想上学 哭着喊着要出家 师父兄弟姐三人 他最小 由于天性善良 又懂事 是母亲最疼爱的心头肉 出家 等于弯了母亲的心头肉 但母亲被他磨得没办法 再加上自己 对佛法的深信不疑 顶着家里家外的各种压力 任之泪 同意了 消息一传出 学校班主任老师 记得找到家来 小义大义 原来法师在班里 是贫学尽忧的好学生 就这样放弃了前程 实在可惜 然而 师父的心疑铁 疑铁的心 不可逆转 白岳法师出家 在五台山金阁寺 师从住持广基 其实是一位具有福慧的大和尚 道风古朴 持戒严谨 勤于精进 在大和尚的言传 身教的调教下 又经过四年的佛学院学习 使他的福慧迅速增长 修行道业得到更好的发展 一九九六年 刚二十三岁的他 被派到佛母栋当主持 那时的佛母栋 说是寺院 除了佛母栋 只有几间破旧的僧房 僧人部族五人 从山下到山上 是一条高低不平 崎岖的石头小路 即使年轻力壮 走一趟 也要一个多小时 信众拜一次佛母 非常辛苦 师父发信先修路 后建大殿 完善寺院的功能妙庸 增重扩建 改善僧众的住宿生活条件 使他们能够安住 一心半道 那时 师父可谓刚出茅庐 还没有声望 在凡夫的眼里 这比登天还难 但师父却似胸有成竹 先后不但把上山小道 换成了石头截路 修建了观音殿 千佛殿 准提殿 钥匙殿 钥匙塔 僧人楼 居士楼 还在寺院后山 修了一条宽阔的水泥混凝土 防火通道 拓宽了寺院前面 通往山外的下山路 把一座庄严神圣 功能齐全的寺院 放在了人们仰望的高度 这一切 寻音求果 可能有人不禁要问 法师靠的是什么 我们可以不骄傲地告诉人们 法师靠的是严谨持戒 安平乐道 真修实干的魅力 感得委托菩萨 护法居士 十方信众的信任帮助 才是脚下的路 向远方伸去 自从师父上山 除了下山开会 参加相关活动之外 很少下山 有道不怕深山远 千里步伐 寻道人 寺院庄严了 道业有了载体 招来天南地北的礼佛信众 常驻僧人多时 达到三十多人 每天朝山的信封高峰时 达到三四千多人 医治法师 皈依三宝的居士 不计其数 寺院的收入多了 供养师父的人多了 师父依然是安平乐道 不着色香味 触法 每天随同 常驻大众 一起过堂 厨房做什么 就吃什么 从不搞特殊 寺里的常驻 来自天南地北 口味不同 师父从来不挑肥 减瘦 秋好无饭 行 住 坐 卧 上户深夜 不失律仪 来自愿的人 无论是常驻 居士 还是信众游客 形形色色 言行举止 莫衷一事 师父一律 含笑 相扎 上户口意 不及他过 见似修路 什么样的人都会碰到 有时 有的人贪心狠重 师父一律 以智慧面对 慈悲包容 不生嗔恨 不及怨言 常户一夜 清凉无染 宁肯自己吃亏 不犯道尽 多少年来 师父像观世音菩萨一样 有求必应 对来求他的人 或者是需要 接触烦恼的人 总能捕捉到 对方言行中的亮点 给予随喜赞叹 用慈悲和智慧 尽兴开始 软言未语 让人的心灵 感受到 一滴一滴的清凉 对需要特殊帮助的人 总是不留余力 内蒙古田贵方居士 女儿在国外生小孩 六个月早产 小孩生下 才二斤六两 田居士怕小孩 存活难保 可是又望不见 勾不着 急得没办法 连夜给悲悦师父打电话 求师父加持 悲悦师父 好像已预知到结果 笑得斩钉 急起地说 你放心吧 没问题 明天早晨 我给小孩祈祷 在悲悲悦师父的 慈悲加持下 小孩在保温箱中 顺利渡过难关 健康成长 现在已经五岁 现在已经五岁 聪明伶俐 内蒙古高原夫妇 结婚多年 一知不遇 不免着急 经过一番寻医问药 仍不见效果 2018年春节前 因缘使人来到 福母洞 祈菩萨加持 并拜见了 悲悦法师 夫妇二人 在法师的慈悲 开始下 虔诚礼佛 宋经 宫灯 供养三宝 年后下神不到一个月 就传来了好消息 不但有喜 而且还是菩萨 送来了双子 如今双胞胎兄弟已两岁 去年冬 在一岁生日之际 来佛母洞还愿 师父看着这对兄弟 也笑得合不拢嘴 并为他们留下了 珍贵的合影 五台山寺院很多 和大寺院对比 福母洞是一个小寺院 但小药铺里有人身 像这种在 悲悦法师的清静心 慈悲心的加持下 得到了因缘果报的例子很多 很多 甚至眉不胜句 然而 面对法师的突然事迹 却给许多人带来诸多不理解 其实 这跟菩萨的愿心不无关系 当年宣化上人 因病事迹 是因为在他的十八大愿中 有待众生承受病苦之愿 佛在《妙法莲华经》中 这样告诉我们 其实 佛可以长久注视 因为佛有金刚不坏之身 但为什么要选择涅槃 是为了打端众生的依赖思想 有佛在身边 大家想依靠佛的帮助成道 就不精进了 而成佛 必须靠自己的努力 任何人不可代替 佛的视线 菩萨们势必消防 包括视线无常 近几年来 佛母栋寺院的香火 越来越旺 投奔被月法师的人 越来越多 大家是不是也有了 依赖思想呢 相辅相成的是 被月法师 无论是在人们心中的地位 还是社会地位 都越来越高 师父在这个时候 选择突然离去 从另一个角度讲 也正是菩萨 再为我们展示 三界火宅 无有事出 无常迅速 一切明日 地位 荣华富贵 都不能偿宝 告诉人们 赶紧放下贪 尘 吃 宜 慢 以界为师 以菩萨为导师 远离颠倒梦想 化烦恼为菩提 回归自性 辽脱生死 走上清净解脱之路 血海无边 何所依 十方菩萨 我大事 众生路上得解脱 我尽致心 我尽致心归命里 常修繁行 无皮艳 唯愿早日 得总持 离了一切众生节 横河沙节 亦如是 祈愿悲悦法师 承愿再来 南无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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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无阿弥陀佛